除了要做一個表之外 其實這個表格已經算簡單了 因為本來是7萬多筆 現在把它全部都匯整在一起之後 你會發現它其實就少很多了 就沒那麼多 但是好像有一個資料 頸NA 以後如果你看到頸NA 那表示什麼? 表示是查不到資料的意思 N的話就是Nut A的話是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資料 所以以後你看到這個頸開頭的 當然你可以修正 怎麼修正? 你可以在這邊點兩下 在右邊這個儲存格點兩下 它會跳出說哪裡出錯 好像會出現這個 上禮拜講703好像少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修正這個的話 那最簡單這個把它刪掉 因為它點開它會自動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703 所以應該要修正的話 可以找到那個台南的 再補一個703上去 那那個問題應該就解決了 703有沒有 702 有沒有 703就西區 所以你可以把南區這個區塊 702先選起來 Ctrl C好了 拿這個來改比較快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貼上 插入複製的儲存格 他問你說那你要插入要向右還是向下 那向下按確定 有沒有 這邊就多一個702一樣的 把它改703 然後南區把它改成西區 因為缺這個 所以你就是 先把它複製之後 再貼 貼上的時候這個格 插入這個儲存格 然後你就把它向下 這樣OK 好 那這樣就有703了 不過 Ctrl向下會多一列 所以 本來是369 多一個 所以 這個地方可能你必須要在公式名稱管理員裡面 這個範圍有沒有 要稍微改一下 改到那個什麼呢 370吧 不過他好像蠻聰明的 自己幫我加了 有沒有 所以好像 如果你確定是沒有問題的話 那應該就不用 他這個新的版本好像比較聰明 會自己 舊的版本好像不會自動幫你改 如果假設他是369 那你就把它改370 OK 如果 假設正確 那就直接打勾就可以 這樣就修正了 好 那修正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 資料 你想說老師怎麼還有錯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還有錯 表示說剛剛我們改完的資料 他沒有更新 因為 他是去抓 我們剛剛的資料 但是他不會一直抓 他會是你 當你在建那個 樞紐分析表的時候才會抓一次 可是喔如果你 原來的資料更新 那你要怎麼讓他同步 很簡單 你直接看到這個 分析裡面 有一個叫重新整理 那你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按一下重新整理 他會重新再讀取一次 那個資料 所以喔 分析裡面 找一下那個什麼 找一下 把它固定住了 因為剛剛有把影子 重新整理一下 這個本來是錯誤 我把它改過了 那你會發現 剛剛的景跟A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就跑到台南了 所以台南的度數應該會增加一些些 不過好像增加 的西區好像 還是沒有超過 台中 所以目前還是 台中是冠軍 其次是台南 再其次是高雄 反而我覺得 好像台北應該 或者新竹 新竹這邊就排上了 OK有沒有 好像沒有排在最前面 所以可見得 台積電是不是他的廠 可能慢慢往那個 中部 南部 所以 竹科可能他腹地沒那麼大 廠可能沒那麼大 所以用電量也應該沒那麼大 但是不是這樣 而且你們可以再找找看 台電的 整體用電 台積電在佔多少 你們可以再深入 查一下這個相關資料 你就不要知道說 半導體對於 整個台灣的用電量影響大不大 OK 當然答案是肯定的 有多大 OK 你不要有時候就是看新聞道聽圖說 OK 那最後呢 我希望不是只有一個表 而是一個圖 那最後的話 請各位排序完之後 最後的話 請你找到哪裡 分析裡面有個樞紐分析圖 那我希望做出的圖 最好是 清晰 讓我知道一下 各縣式用電的佔比多少 百分比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的需求是 佔比多少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用什麼 圓形圖 如果只是數量用直條圖 OK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樞紐分析圖 然後選擇什麼 圓形圖 然後按確定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把這個圖稍微調整一下 OK 大概這麼大 OK 調完之後的話 當然呢 你會想說 這個圖已經夠清楚了 不過 好像還有一些地方 不夠完 不夠完善 哪些呢 第一個 這個圖 到底哪一塊是哪一個地方 我根本完全看不清楚 當然你可以從右邊這邊有一個圖裡 但是問題 他還是要這樣看 這個應該台中 這個應該台南 可是 最好是可以直接讓我知道說 哪一塊 就是台中 哪一塊就是台南 然後 最好的話 還有加上百分比 也是最好的 可是要怎麼做 所以如果你要達到這個需求 請你按右鍵 新增資料表標籤 那他有兩種選項 一個是新增資料標籤 一個是新增圖說文字 那我比較推薦你選第二個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直接點下去就好了 那如果你新增資料標籤 很麻煩 你還要再去做 後續的設定 比如你看 我現在新增資料 這個是錯誤的 他點下去變這樣 不對 他上面怎麼一堆數字 他就把這個數字放過來 可是如果你不要這數字的話怎麼辦 你還要再自己再去改 怎麼改 你變成你要點這邊按右鍵 然後資料標籤格式 還要把這邊改成類別 然後百分比打勾 這個打勾 然後這個有沒有亂亂的 你要讓他 改成叫終點外側 終點外側 有沒有讓他 疊在一起 所以其實 這個方法好像也可以達到 但是 並不很OK 所以這個是 不推薦的 那比較推薦 我把它感受自己一下 感受自己的話就復原 比較推薦用圖說 圖說的話按右鍵 一樣 新增資料標籤 找到資料 圖說文字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 完全不用做任何事情 馬上就把 我們要的東西顯示出來 而且直接在外面 但是他有個缺點 就是說 他就很 陽春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像這樣子 那當然你要調整也可以啦 怎麼調 這個可以按住 你還可以 向外調 有沒有 這樣子 向內調 不過如果你懶得調就算了 就這樣就OK了 因為像我的習慣是 這樣已經 很好啦 我用那條 所以喔 記得第一步 把它加上 圖說文字的標籤 第一步 那第二個呢 我想說 那我 所以其實旁邊這個也可以拿掉 這個其實就不要了 選他delizzer 這個要塗力 然後再來我希望喔 把那個用耗電的前三名 凸顯出來 那怎麼凸顯出來 記得喔 把它炸開 那什麼叫炸開 就有點像一塊餅 把它拉出來 那怎麼樣拉出來 你可以怎麼 這邊就要點一下 再點一下你要拉出來那個 所以 1先點全部 2點你要拉出來那一塊 3往外拉 台中就出來了 然後台南怎麼辦 一樣 再點一下 台南 然後往外拉 再點一下高雄 往外拉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也很簡單嘛 你點一下他 往內拉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不就OK了 好 那最後這個上面的 標題名稱也改一下 也許叫什麼 各縣式 各縣式用電比例圖 比如這邊上面把它改一下 叫 各縣式 用電 比 那最後的話呢 把那個字 稍微改個顏色吧 常用裡面有個顏色 改紅的好了 然後字大概20號字 然後移到中間 這樣的話就完成 我們的 圓形圖創在這裡 OK 那這樣相較之下 你看那個圖就輕輕突出的 所以這樣看 台中 台南 高雄 桃園 有沒有 這樣轉一圈 好請各位 試試看 我把重點 1有不要放在 樞紐分析表 2的話呢 就是找到樞紐分析圖 3找到圓形圖 OK 進來之後的話 記得就是先按滑鼠右鍵 去新增資料標籤 圖書文字之後 然後並且 把這個 點一下 先點全部 再點其中一個 往外拉 並且變更 這個上面的標題 這個圖力如果要刪掉的話 很簡單 點它一下 按delse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原來的原始資料給你 你如果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不會用樞紐分析圖 那你光要整理出一個 統計分析的結果 那應該會很麻煩 但是你會用樞紐分析表 跟圖的話 很快就有個答案了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 誰是 哪些縣市 是用電大戶 不過當然你想說老師那可不可以有別的答案啊 比如說我希望知道什麼呢 我希望知道說 到底 不要只是縣市嘛 因為它裡面有行政區 到底哪一個縣市哪一個行政區 是所有台灣裡面用電最多的 可不可以有答案 其實也可以啦 你可以試試看 那我想要 找到那個用電的排名前10名 要怎麼做 也許各位也可以 試試看 當然除了用 這個台電的這個資料之外 你也可以試試看 用其他的 這個 開放資料也可以猜猜看 反正就是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好 可以